大家好,我是呼呼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新出来的iPhone 或者说总结一下苹果发布会的iPhone部分 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在发布会之前就已经爆出来了 并且还真的是一点惊喜都没有 没有期待的MacBook Air,没有iPad,也没有AirPods 新iPhone的型号虽然很多 但是基本上也就是个例行升级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价格上还贵了很多 所以这次的发布会真的可以说是让人极其的失望吧 但是我还是来简单的聊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跟去年的iPhone X相比 它到底有哪些进步 首先XS和XS Max主要就是大小上的差别 关于这个尺寸虽然6.5寸听起来很大 其实机身尺寸也就和以前的iPhone Plus版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XS Max支持了双卡双待 并且是中国特供版 也就是说这次买其他地区的iPhone是没有办法双卡双待的 A12的芯片相对于A11来说 仅仅是两个大核的性能提升了15% 小核心并没有提升 也就是综合来看 性能也就提升了10%的样子 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最小的升级了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取的地方 由于采用了7纳米的制程工艺 所以在节能方面有50%的提升 也就是说在发热控制上会有进步 并且还会更省电 然后GPU方面有50%的提升 也就是游戏性能上的提升了 这个幅度还是不低的 而最大的进步在于继续学习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性能提升了9倍 当然在这个方面 可能我们日常使用并不能很直观的感受到 只能说预留了一些可能性 包括AR功能 目前使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也可以说是为以后铺垫 摄像头方面 CMOS的单位像素尺寸增大到了1.4mU 也就是和小米8一样大了 之前一直是落后的 当然和华为P20系列相比还是要小 ISP的性能提升两倍 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负责拍摄的芯片的性能提升了 还可以实现更强的智能HDR 可以提供更好的动态范围 也就是说在明暗反煞较大的环境下 亮的地方不容易过曝 暗的地方不至于漆黑 都能保留更好的细节 而拍摄视频方面 同样支持高动态范围 遗憾的是只有30帧的拍摄才支持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新的iPhone使用了4麦克风的立体声收音 收音对于视频拍摄来说显然很重要 还有前置摄像头也支持了防抖 还支持了1080p 60帧的拍摄 另外在Face ID的识别速度上 扬声器上也有一定的提升 防水级别也有一定的提升 还有一些比如说先拍照 后调整背景虚化程度这样的小功能 其实也并不算新鲜 以上这些就是10s相比10的提升 我在这里专门做了个总结的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感觉虽然看起来说了不少 虽然是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真的是很不明显 如果大家手里一定有iPhone X的话 真的是没有什么升级的必要 然后再来说一下XR 首先同样使用了A12的芯片 同样有结构光人脸识别 并且虽然是单摄 但摄像头的规格和XS的主摄像头是一样的 这三点显然是比较良心的 那么差在哪了呢 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屏幕 用的是LCD屏 分辨率也比较低 都没有到1080P 不过这个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而且LCD有LCD的好处 比如亮度低不会闪烁 不会对眼睛不好 也有些人就专门喜欢LCD 去掉了3D touch的功能 但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问题不太大 另外这个版本的边框 会比XS哥俩宽一些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 当然就是只有单摄像头 虽然是单摄 但是也可以通过软件的算法实现背景虚化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个人对双摄像头其实并不是特别看重 长焦镜头使用的几率也非常低 其他还有一些小区别 比如说中框用的铝合金材质 能够选择更多的颜色 有128G的版本 但是没有512G的版本 同样的我也总结了一个表格 供大家参考 最后再补充一点 虽然说A12的处理器在节能上提升了不少 但是续航似乎并没有想象中提升的多 真对这三个型号来说 MAX和TEN R的续航都不错 而小尺寸的XS会差一些 但依然会比去年的iPhone X要强 售价方面 估计是受到人民币贬值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小尺寸的版本 虽然美元定价和去年一样 但是人民币的价格比去年贵了300多块钱 基本的信息大概就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呢 我个人感觉虽然售价很高 但是对于不是很在意价格的人群来说 XS和MAX依然可以代表手机界的最高水平 我个人觉得256G的版本可能更加合理一些 当然不差钱的请无事 对于预算比较紧张的 我觉得其实TEN R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能便宜不少 基本的体验也并不会差太多 我个人会比较推荐128G的版本 好了 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BONJOU2呼呼来跟我互动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